問一下高警官是台北雯山區 有一間很靈驗的媽祖廟 隔了很多年再回去那個廟 後來就有一個老阿嬤 差不多七十幾歲 在那邊掃地掃一掃的時候 你後面一個小孩要帶你出來 怎麼沒出來這樣 我問你是不是在說什麼 我聽都不聽 我都沒有理他 我也是點點不講話 那就拜完手續就拜好了 那回來之後 我調單位 第二個月我前去懷孕了 中間10年 隔10年 這10年都沒有懷孕過 80年 所以我回到那個單位的時候 怎麼可能 老大跟老妖就差12歲 那跟老妖就差10歲了 隔10年嘛 所以後來我生一個小女兒 從頭到尾我根本就不相信說 因為醫生都判斷你沒有辦法再生育了 所以10年我們也完全都沒有任何避孕 突然講一句話隔一個月就懷孕了 就生小孩了 所以我也不曉得這是什麼原因 到現在我也沒有辦法去 因為那個廟到現在還在 那每天也是門庭若是 哇 人家多少 那高幾根不管再去 因為再去就說還有再一個 有一天我跟朋友就在聊這個事情 那我們開著車子 從忠孝東路的三段 要往忠孝東路的五段過去 我們在車子裡面 我就心裡在想 不管是媽祖還是觀世音菩薩 我求你們不要用做夢的方式 或者是暗示我的方式 你最好就是說明明白的告訴我 我應該接的是哪一尊 然後最好就在我面前出現 我這個事情剛一講完 宗教東路上在敦化南路 停下來紅燈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有兩個男生從我面前走過去 前面那個男的捧著一尊媽祖像 就這樣子明明白白的 從我的眼前走過去 我剛剛才想完 他馬上就明明白白的告訴我 就出現在我面前 我那時候跟我朋友講說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這個你說媽祖遶境 可能有一段時間 你或許會在路上碰到 可是我才想完 他就捧著一尊媽祖像在我面前 就告訴我了 所以你說這個有沒有很神奇 真的很神奇 不是 你講到這個寶貝 我就要問到 我們財運不順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尋求神明指點迷金 不知道我的運勢怎麼樣 可以去戳明年的運勢錢 對 所以說可以 戳出來之後就可以知道 你明年的那一年的運勢 大概要什麼時候 要保守一點什麼時候 該充斥就充斥 對 所以要問對問題 問對問題 對 問對問題 對啊 我不知道 神明也不知道要給你什麼 對不對 所以那個支付就是要 叫你怎麼問對問題 邏輯推論 是啊 所以財運不順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尋求神明 指點迷金 請 升官到另外一個單位 那到另外一個單位 因為我之前的太太 她就是我生了 我大女兒的時候 產後大出血 血崩 所以子宮壁變得很薄 那沒辦法再生了 那當時醫院醫生就說 你這終生無法生育了 那我們想說夠了 生了一男一女就夠了 那我要調回去另外一個單位的時候 有一天我前妻就說 那我們也去 朋友跟她講有個廟 因為我忘記那個廟了 她就說她想去那邊走一走 拜拜 我說那我陪你去好了 一去我也是再度 隔了很多年再回去那個廟 後來就有一個老阿嬤 差不多七十幾歲 在那邊掃地掃一掃的時候 你後面一個小孩要討論出來 怎麼沒出來這樣 我聽都不聽啦 我都沒有理她 我也是點點不講話 那就拜完手續就拜好了 那回來之後 我調單位 第二個月我前妻懷孕了 中間十年了 隔十年 這十年都沒有懷孕過 第十年 所以我回到那個單位的時候 怎麼可能 老大跟老妖就差十二歲 那跟老妖就差十歲了 隔十年嘛 那所以後來我有生一個小女兒 那小女兒之後 我想說那生那麼多 可以了 應該來結紮了 這樣三個了 就一男兩女了 我想說阿嬤來 爸爸給他結紮好了 那突然就是有一天去 剛好在辦公室講 就是去那個廟要跟他還願 想說他怎麼知道說 我這個 還會有一個小孩子跟著我們 就還願完的時候 我說應該這樣就差不多 這樣 就是把他該謝謝的 就跟那個廟拜一拜 那個阿嬤說 阿嬤有的 我跟他去親家 不要再說阿嬤 阿嬤 阿嬤就跟爸爸 阿嬤就跟爸爸 我就在辦公室泡茶 他還是會跑出來啦 在泡茶 阿嬤我就想說 要來結紮 抱抱就好了 小孩子生那麼大 壓力很大 剛我一個同事 跟我童年的 他剛好生了 第一個是女兒 第二個雙胞胎 所以兩男一女 他聽到我結紮 走過來說 人了兄 結紮痛不痛 我就 我才在泡茶 我說打算了結紮 可是他一進來就問我結紮痛不痛 說大嬤 我兒子怕什麼痛 就像蚊子叮一下而已 沒什麼了不起 他說真的喔 結果過了一個多禮拜 我看到我同事 腿張開開的這樣 走路很慢 他說三四斤幹掉 我就罵得很大聲 說不痛 我聽到他胖 他說痛 他說他跑去結紮 嚇死我了 就不敢去了 你應該很Man啊 你幹什麼 我聽了我就不敢去了 後來我生第四個 我這個小兒子 我這個小兒子 現在才三四歲而已 所以我想說 那個廟從頭到尾 我根本就不相信說 因為醫生都判斷你 沒有辦法再生育了 所以十年 我們也完全都沒有任何避孕 突然講一句話 隔一個月就懷孕了 就生小孩了 所以我也不曉得這是什麼原因 到現在我也沒有辦法去 因為那個廟到現在還在 那每天也是門廷若市 哇 人多多 那高幾根不管再去 因為再去就說還有再一個 想求子的可以去找這個姻緣 那個阿嬤還在 那個阿嬤應該有八十幾歲了 到現在還在 可是現在醫療很發達啦 搞不好可以麻醉 你不要怕痛啦 哈哈哈哈 比如財運不順的話 一定有他的問題所在 是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把 那根本問題找到 這個財運才會順 是 如果那個問題找不到的話 你在什麼招財 什麼遊戲 遊戲算什麼 你的效果就有限 比如說現在 我就分享一個案例 他這是一個大概一對夫妻 他那是頂下一間早午餐店 是 早午餐店 比如說你打開戲 他大概兩個多月 其實沒什麼賺 把他付掉那個員工的薪水 一些管理費用的話 大概打平 沒什麼賺 那很辛苦 對啊 等於沒賺 而且早餐店很累 早午餐 大概過了半年 我現在員工的薪水 就付不出來 真的半年 對 付不出來 所以說他像剛剛講的說 遇到困難的話 就會去求神問福 十個廟 十個廟的話 因為我們 教他要收補運金 對 保運金 我們要收補運金 大概 我們像那個拜拜四角桌 那個桌子大了 大概有三大桌 對 跌那麼高 那很有誠心 很少很多 現在他就是說 像他們前一年這樣子 每個月大概虧四五萬 四五萬 剛光光那些金座 就大概要五六萬 所以說稍稍後 大概稍稍後 應該有起色了吧 沒有起色 沒起色 我聽他講 他專門有一間房間 在放那個 比如說那個什麼那個 那個 皮修啦 金蟬櫥啦 或是天上飛的 地下跑的 水裡有 差不多都有 只要能招財的都買的 還有金雞母等等的 連孔魚 孔魚都有 所以說我去 他說 用用的之後 花了也是花了一萬塊 他還也沒起色 那個沙先生說 我早午餐店開不起來 我也去動物園好了 整間房間都是那個寵物 是 然後最後連甚至連褲子就燒 褲子 褲子 褲錢 要燒往生者的褲錢 誰說的 就是 褲子 你是 我是說 褲子的包包把它燒好 是沒有像的 你如果拜神明 你如果要教材 最沒辦法燒一個 Signal 好 褲子不夠就對了 好 對 燒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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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燒往生者 對 我說你為什麼要燒褲子 他說 主線那邊有問題 他燒好幾千萬好幾億 他那個單位 不是那個金錢 對 好幾億 對 燒褲子也沒有 沒有 他已經大概有一年兩個月了 他已經快也快要穿不下去了 所以開來問 問 我現在我就覺得很怪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這個店要頂這個店之前是 這個店是買的還是租 他說租的 租的是怎麼 是那個店主是有之前有租給別人做生意嗎 他說他不知道 他問店 他問那個出頭 出頭 他一直都不講 那不講的話 為什麼要問這個 因為你如果 這個很重要 你要去做一間店做生意 坦白講 前面如果上個租的那個人 如果生意很好 可是換你現在來做 你說不要 對 可能是你有問題 對對對 可是上面之前那個 這行李那租的人 如果是不好 你接下去租 你跟著不好 那可能這間店是有問題 好 他不再想想 我們就寶貝看看 媽祖就指示說 他店面有問題 有缺點 媽祖指示說店面有問題 有問題 所以不是說 抽個籤做餐飲 還有籤開口 有拍架 總之不是 結果是說 這個店的地點有問題 或者風水有問題 對 風水有問題 是 好 風水有問題 因為你要是 這些牽扯到洋宅 風水有問題的話 可能就分為 就是地上或地下 地下我們看不到 地上可能就是 比如說我們外圍外觀 或是內外 對 外可能就是 好像壁刀 風煞 內就是一般格局 可是這些 我都問問問問 有好幾 所有的那些 可能會影響洋宅 格局的方面 那個因素 我都問過 但是媽祖說不是 蛤 大概洋宅會有問題的 大概就是那幾樣 為什麼 其他媽祖 一直都沒有指示說 是這個 而且媽祖還說 全部都不是這幾個 哪有可能 對 我就跟那個當事 他們夫妻講說 不然要有一個時間 我去冷藏店看看 那個時候已經比較晚了 不然我們就晚上 那個就馬上去 大概是 大概四五點五六點那邊 去呢 我說全個 因為他去 我發現他們 那個是一種 庭園式的 不是那種高樓大廈 那個商店街 不是那種庭園式的 很美 對在屏東 比較鄉鄉的地方 那更美 對啊 那前面人家 也沒有什麼高樓大廈 也沒有壁道 也沒有什麼 前面也是一個莊園 前面是工作人員 種很多樹 也有那個檳榔樹 現在我說奇怪 為什麼這麼看 怎麼看都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當天 當天晚上 我就做了一個夢 當天晚上做了一個夢 我夢到說 我去那家餐廳吃飯 餐廳吃飯 也好幾個 那個餐廳裡面 其實全滿都做滿客人 做滿客人 不是像他們說的 像你不好 做滿客人後來 忽然 我看到 對面有一段 好像反光鏡 那鏡都照射在 從那個鏡子裡面穿透進去 穿透進去 你知道 你知道這種感覺嗎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你移到哪個角落 都會少到那個 閃不掉 都跟著你這樣子移動 不是 就是那個光涵蓋的範圍 等於全部的店面 大家都走了 因為大家受不了 客人上都受不了那個光 都走到你的門口 都離開了 就不吃飯了 那我也跟著走到那個門口出去 我一看 我其中的光是從哪裡來 我說其中好像從對面的樹上來了 我就醒過來 早上大概八九點的時候 那個先生就跑來找 晚上也做了一個夢 夢到他在早上的時候 他在早午餐 你會知道要拚 在親手的時候 有客人要進去用餐的時候 忽然就有一個人拿那個探照燈 那個探照燈很大 就像什麼 就像那種 我們那個棒球場晚上 那種燃燈很大 可能那個大阿又很亮 從外面那個什麼 那個玻璃再照進去 照到整個大家那個光 那個光線裡面的人都受不了 受不了就走了 就生意都沒有人 你們兩個夢同樣的 對啊 沒有一模一樣 可是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光 那我就覺得很怪 我是沒有跟他講說 我昨天夢到什麼 我說其實我心裡面 有一個華語說 為什麼這麼巧 為什麼兩個在同一天晚上 都夢到這個光 我說看起來 不然連他會知道 我們再去女家看一看 是 就去了 去的話我就 我就看一下那個好像 我就特別注意對面 對面有一棵樹 因為夢中就是對面 從那個樹那個光 從那邊照進去 我就去 我就坦白講 我說你這個不用看 他說老師你不是要看得到 不用看 我先看那對面的球 怎麼放 我忽然看到有一棵樹 一個樹在大概 他剛好是 如果我們比例的 剛好是他店面的高度 我看到一棵 鏡子 鏡子掉在那個樹上 而且樹上 因為那個電視人家的私人地門 我們沒有進去 對 我說從你說你們家有樓梯嗎 他剛才樓梯 他都看那個旅梯 都借我借的 我說擺在他的那個店的門口 我就踏上去樓梯上面去看 剛好有一個光打到他的那個門櫚 那個我們不是大門上面還有一塊 剛好有一個光打在這邊 我剛注意看那個光 還有用那個好像是那種紅色的豬紗 畫了什麼的 就直接照在這邊 我要這樣看 這樣我們再去問看看 我就問媽祖公 你現在說的陽仔 這個問題 是不是在說對面的東西 那個鏡子照過來 這個問題是不是 就是三杯 哇馬上問到了 就是三杯 三杯我就說 我跟你講 他娘說的 你之前 我就判斷 我就當下判斷 如果你是現在要做這間店 你如果 你如果做這間店 之前就有這個光 表示你是什麼 你是瘦瘦之央 你瘦被連累的 對吧 如果是之前那個人 房東在租你之前那個人的那個 做什麼的那個 如果是之前就有那個光了 我看上一個租層租的人應該像你一樣 如果做生意的話 一定不好才頂住去啊 對不對 也好不到哪裡去 對啊 你跟問媽媽是這樣的 他說問媽媽 比較適合 也是在做什麼 做這個餐飲業 哦 問出來那個房東 所以覺得是說 好啦 我跟你說 他是做餐飲業 也做不起來 好 做不起來 然後我說 好 沒關係 反正你 問題找到了 你總是要解決嘛 今天媽媽主在跟他講說 啊不然這樣 給你 我有兩個方法 說你去找那個 對面那個 住家的宇宙 嗯 你好後來說 媽主特別交代 你好後來說 啊不要受氣 嗯 也不要起衝突 對 快手喔 大家在走 拿下來 對 第二個 媽主也很厲害 給他交代 如果對方喔 不拿下來 堅持不上下 你也不要生氣 你再來找我 我自有辦法破解 哦 找到問題 進退都有路 哦 所以說生命 不會去說 叫你打 你打 你打 不然你就打死 也不會這樣 哦 那結果呢 屋主答應了沒 就答應 哇 哦 對方真的答應 就答應 真好 啊可是那個 那個 我覺得那個人 還要滿聰明的 說啊你為什麼 當初要擺這個 對啊 對 他說之前 那個餐飲業 剛開始做生理不錯 很好 很好 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坐 停車之後出現糾紛 哦 出現糾紛 就停到他們去 造成人家的困擾 而且我們現在比較 環境優美嘛 而且事實上是很綠化 就很多客人在那邊抽菸 抽菸把菸滴都往那邊 變丟 講了好幾次講不聽 他也沒辦法約束客人 對 因為他們的停車是雖然是 生活所在但是停車 也是有限 所以 但是你要停車 你不能停到很遠 可能他就影響他的客員 是 對 現在說好了 他就跟老闆說 不然這樣我來悔失了 抱歉 因為我也是無顧的 我們也是租到這個店 也不是說 這個以後我們會約束我們客人 可不可以請你把那個 把那個禁止拿下來 是 好 拿下來 真的拿下來 拿下來之後的時候 我都好 那拿下來之後呢 根本問題解決完之後 接下來就是怎麼招財 對 重點是一定要 就是那個煞沒有了 對 那個光煞沒有了 就算已經清乾淨了這個環境 對 接下來就是要讓它變成有招財的風水體質 對啊 換賠了一年多 這話是說我給你兩棟招財服 就是五路財神招財服 就像我們那個那個剛剛那個書套 那個 純著風頭那個 給你兩棟你一張搭在你的收銀機上面 是 一張搭在哪裡 搭在你的灶台 就是做生意最主要的那個煮飯的灶台 那個灶台大了 對 這樣會 會吹起來 對不對 這兩個 做餐飲業這兩個地方是最重要的 是 你所有的東西都要從招財出去 是 所有的錢都要從進去的收銀機 對啊 一個招一個進一個手 哇 大概兩個月之後慢慢生意就來 之前是門口 羅雀 就把門庭弱勢 哇 哇 好棒喔 所以說要招財 第一個 你以為財運不佳 就要先知道財運不佳的原因在哪裡